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利比利亚位于非洲,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这个国家就是来自美国的黑人建立的 甚至可以说是美国体制的孪生兄弟 为什么就会一个是世界霸主,一个是世界最穷 在1880年以前,非洲大陆仍有80%左右 是由自己的国王首领的传统方式统治着 然而在其后,仅仅30多年,一战前夕 整个非洲大陆几乎全都沦为欧洲列强统治下的殖民地 仅仅埃塞俄比亚和利比利亚得以幸免 福西或索依隐,中国这句古话用在利比利亚是非常正确的 灾祸就来自美国 19世纪初,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废奴运动在美国兴起 大量的美国黑奴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 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黑人起义与抗争运动的主力与领导者 让美国的资本家们坐立不安 认为非我族类齐心必欲,必欲除之而后快 美国统治阶级发起了回到非洲去的运动 美国在发起这一运动时有三个考虑 一,是把反抗强烈的黑人清洗出美国国土 二,是借此在非洲开辟属于美国的新的殖民地 一,与其老宗主国英国争夺非洲利益 三,是最低限度,给美国在非洲争取一个商业立足点 这当中不存在任何的仁慈与正义 学的恰恰是英国流放犯人建立殖民地的那一套 1816年12月28日,美国殖民协会应声成立 1819年,美国威胁非洲部落从而得到了第一块土地 1824年2月,美国殖民协会依照自由以词 给这块殖民地正式命名为利比利亚 1823年和1827年,美国国会又拨款6万多美元 公然叫嚣要建立庞大的美非帝国 这一期间流放了大量到利比利亚的黑人 在美国殖民协会的运作下 美国在非洲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 也开始引起了欧洲各国的强烈不满 更是与其相邻的英国殖民地矛盾激烈 甚至开始发展到海上相互劫略商船 而在这一时期,美国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认为回到非洲去的运动无法解决美国的民族矛盾 而更重要的是,此时的美国正处于内战的前夕 国内形势极为紧张 南方奴隶主指责美国殖民协会是北方政府 收买人心的工具 北方政府认为殖民协会助推了奴隶价格 鼓励续奴行为 同时,美国的自由黑人也纷纷集会 拒绝回到非洲去 这时,殖民协会成了美国政府一个极大的包袱 引发了大量的内政外交问题,必须想办法处置 随着当地黑人民族情绪的发展 利比利亚的黑人要求脱离美国的控制 而美国的殖民协会也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同意利比利亚的独立 1847年,利比利亚联邦发表独立宣言 正式宣告独立 成立利比利亚共和国 同时公布一部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利比利亚共和国宪法 国家政权体制和机构也都效仿美国 罗伯茨由殖民总督摇身一变成了新的国家总统 这是一个完全照搬美国政治体制的国家 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独立宣言 赵超的宪法,相同的二党制,三权分立,实行的是联邦制 选举产生总统,甚至连国旗也是高仿版 可是,再怎么高仿也没有仿出个世界第二 倒是仿出了一个世界最穷最乱的国家 这个国家从成立开始就一直是美国商品的倾销地 与原材料的掠夺国 前面有说到1880年时 利比利亚仍然保持了表面上的独立 这与美国的干涉是分不开的 1862年美国承认利比利亚时 条约里第八条写道 如果利比利亚政府不能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时 美国政府可应利比利亚政府请求予以援助 这种保护更多的是为了独占利比利亚的利益 至于英国、法国时不时的咬上一口利比利亚的土地 美国是不作声的 随后美国在利比利亚建立了大量的橡胶种植园 美国资本在利比利亚取得了超国民待遇 美资所到之处都是国中之国 利比利亚的进出口贸易、海关、新工业 全数掌握在美国资本家之手 在美国资本控制的香蕉园扩张中 利比利亚的农业遭受了沉重打击 一蹶不振 美国为了开化和基督教化利比利亚 更是投入了大量资金 基督教会控制了利比利亚的大中小学校 把基督教推广到了利比利亚全境 到今天利比利亚有着浓厚的基督教氛围 他们认为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干预的结果 遇到事情时就认为只有上帝帮助了我们 然而这种美国体制高防板的国家 就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吗 利比利亚作为非洲一个沿海的国家 资源丰富环境宜人 利比利亚是非常著名的黄金海岸地区 这里矿产资源 森林资源 土地和水利等资源十分丰富 主要矿产有铁矿砂 钻石 黄金 铝帆土 铜 铅 铅 铅 金红石和蓝金石等 又全盘复制了我国公知所说的人类最为先进的政治体制 理应能过上一个美好的生活 可现状是利比利亚竟然是世界最穷国家之一 原因何在 1915年美国政府以整顿利比利亚经济为借口 对利比利亚实行一年多的军事占领 以后又一派遣顾问 训练部队 援助武器等民意实行军事渗透 并将利比利亚捆上美国的战车 先后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时期美国对利比利亚的势力扩张 不仅表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 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极力控制利比利亚的经济上 由于历史的原因 美国较晚才进入国际舞台 世界利益格局大体已定 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美国奉行利益均沾原则 由此它更喜欢用经济手段 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奴役 1912年 美国伙同欧洲一些国家 向利比利亚政府提供国际贷款 从那时起 美国资本在利比利亚的影响就急剧增长 美国总统哈定曾声称 利比利亚应当成为美国工业原料的来源 美国资本投资的场所 也应当成为美国重要的海上基地 1926年 美国选中了利比利亚 作为组织橡胶种植园经济的基地 占用了40万公顷 为期99年的租借地 而每英亩才6美分的租金 而这背后是无数的人民失去耕地 无法生活 写在这些数据背后的血泪 又有谁知道 1955年 橡胶基地纯收入达5540万美元 而利比利亚政府当年的全部收入只有1500万美元 只等于橡胶基地纯利润的27% 除橡胶外 以后菲尔斯通公司还设有分支机构 如美国贸易公司 利比利亚建筑公司和一些轻工业工厂 控制了利比利亚的净出口贸易 建筑业等 被称为利比利亚的国中之国 美国在利比利亚私人投资累计达5亿美元 然而美国获取的回报 却是一个天文数字 更是控制了利比利亚的天然橡胶 铁矿 金融 外贸等经济命脉 由于美国的索取无度 造成利比利亚国内民不聊生 更是贪腐横行 国内形势一直紧张无比 由于矛盾无法解决 上世纪80年代利比利亚发生内战 大量国民沦为难民 这一场内战断断续续数十年之久 由于局势的极度不安 这里是联合国维和的一个重要国家 中国就有大量蓝窥部队在这里奉献 这里也是一个医药水平极度落后的国家 教育水平更是低到不行 很多年没有一个大学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